虽然目前福建号航母还在西装中 作为配套项目的殲-35隐身舰载机也还在进行各种是非工作 但这丝毫不影响外国军事观察人士对这两件中国武器装备的关注 美国军事专家彼得·苏秋认为 殲-35隐身战斗机是FC-31隐身战斗机项目的第三个迭代版本 之所以叫殲-35而不是殲-31 就是因为殲-35的名字中含有殲灭F-35的意思 美国需要为此多加注意 对于这种说法 个人还是比较赞同的 作为中国海军的第一款隐身舰载机 殲-35隐身舰载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海上主要对手 除了FA-18EF超级大黄蜂舰载机之外 就是美国海军的F-35隐身舰载机了 并且 F-35隐身舰载机的整体战斗力比超级大黄蜂更高 将F-35隐身战斗机作为自己要歼灭的目标 也很符合F-35隐身舰载机的作战定位 很有意思的是 彼得苏秋在这篇文章中和许多美国军事专家一样 对中国的F-35隐身战斗机进行了抹黑 认为中国的F-35隐身舰载机是美国F-35隐身舰载机的复制品 中国正是通过各种手段从美国那里得到了F-35隐身舰载机的核心设计资料 最终才成功设计出了歼35隐身舰载机 只能说 这些美国军事专家为了掩饰美国在技术领域被中国赶上后的尴尬和保持他们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真的是什么谎话都做到了张口就来 从技术角度上来说 现代战斗机的气动布局设计难点 并不是选择哪种设计才是对的 而是为什么当初不选择其他的设计 现代战斗机之所以在模型阶段就需要进行大量的风动试验 就是为了证明某些设计是绝对不能使用的 如果手头上没有完整的风动数据 不知道哪些设计不能使用 以及使用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就会出现一种情况 那就是完全丧失了对这款战斗机大部分改装升级的能力 因为你不会知道 主翼的后略角度增加减小一度 后略翼的切尖面积和切尖角度在做出改变后 以及增加机在设备后导致的机体重心变化 会导致整家战斗机在不同速度、高度、湿度的情况下 飞行姿态会出现何种改变 而从现实角度上来看 如果中国真的拿到了美国F-35隐身战斗机的详细设计资料 那么美国五角大楼和美国的盟友们 为什么还在大量采购和装备F-35隐身战斗机 要知道 战斗机的核心设计数据是很难更改的 一旦被敌人获取 自己的战斗力基本上就被对方摸清了 就算不会马上宣布这款装备的死刑 也会降低对其的期待 但现在美国及其盟友这么做了吗 完全没有 他们之所以要不断宣传这种谣言 说白了就是想要通过造谣的方式 仍然维系美国技术高高在上的样子 即使是中国的武器装备性能 已经能够威胁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 也要硬说这些技术是来自于美国自己的 可这种美国技术打败美国技术的逻辑如果能够成功 那为什么现在美国还在使用一身问题的F-35隐身战斗机 而不是赶紧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来彻底解决F-35 现在身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呢 谎言就是谎言 即使是重复了一千遍 也仍旧是谎言 没有办法变成事实和真相 不过 彼得苏秋提出的另一个看法很有意思 他认为中国的歼35隐身舰载机的机身厚不合 美国的F-35隐身战斗机一样做了一个明显的隆起 美国的F-35战斗机之所以这么设计 是因为需要保持部分机体结构通用 而F-35B垂直起降战斗机需要在那个位置安装生力风扇 所以 中国的歼35隐身舰载机接下来也会开发出垂直起降版本 这个观点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因为国内确实一直有在对垂直起降技术展开相应的研究 并储备了不少技术 仅从技术角度上来看 如果我们愿意投入足够资源的话 那么以F-35隐身舰载机为基础 研发出一款垂直起降版F-35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从现实角度上来看 我们目前却没有研制垂直起降版F-35的需要 美军虽然也装备了F-35垂直起降战斗机 但是装备的主体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和美国海军的关系不大 美国海军最多是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B 提供了海上航空起降载具而已 美国海军自己就看不上F-35B 更别说装备给自己的航母舰载机部队了 说到底 就是中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定位差异 决定了我们不需要照搬美军的装备模式 日本海上自卫队倒是从美国购买了F-35B垂直起降战斗机 但日本这么做的主要原因 也不是因为日本就真的认同了F-35B 而是日本自己现在没有中大型航母 只有两艘半路改装的轻型航空母舰 所以只能拿F-35B当作自己的主力舰载机 中国海军会装备日本的这种轻型航空母舰吗 当然不会 所以自然也就不需要考虑研发垂直起降版的殲-35引申舰载机了 那么 殲-35引申舰载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 空军化和战轰化是两个可能性比较大的发展方向 所谓的空军化 指的就是为中国空军量身定做的殲-35 以便能够和殲-20引申战斗机形成高低搭配的组合 毕竟 作为一款重型第五代引申战斗机 殲-20引申战斗机还是比较昂贵的 如果作为中型机的殲-35也能装备中国空军 那么也能在保证性价比的同时 给中国空军提供更加多种多样的搭配方案 而战轰化 则主要是为中国海军考虑的 毕竟目前的殲-35引申战斗机的主要着眼方向 还是偏向于空优作战 但随着中国海军逐渐走向远洋 不可能把所有的空对面打击任务都寄托在殲-15舰载机或者舰载隐身无人机上 殲-35引申舰载机早晚都需要接过一部分的空对面打击任务 想要满足这个条件 战轰化设计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随着未来周边的F-35B准航母 以及F-35C舰载机的出现 关于舰载机装备的博弈也将进入到隐身机阶段 而作为国产第14代隐身舰载 或将在明年试飞 大概率会上见国产第三艘航母 不过在此之后 国产航母的舰载机方案到底是一步到位使用殲-35 还是和殲-15弹射型混装呢 个人认为国产第三代舰载机殲-15弹射型依然是非常有必要的型号 它将承担起配殲-35战机的重要职责 从目前来看 单纯装备一种舰载机的有 比如英国的伊丽莎白航母就会统一使用F-35C隐身舰载机 但是仍有不少传统海军强国 考虑到舰载机装备不同 适应不同的作战需要 而混装不同的舰载机型号 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美军航母 出于对战场威胁环境的评估 以及降低使用成本和提高维护性等多方面考虑 美军混用舰载机是多年的航母使用经验上形成的完善理论 而国产航母虽然是后起之秀 但是后发意可先制 至少有国外成熟的舰载机使用经验作为参考 目前歼15战机虽然是第三代战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的FA-18EF和阵风M 米格29K等主流舰载机也都是第三代 而且歼15战机目前已经开发出弹射型 双座型 伙伴加油型 电子侦察型 逐渐形成一机堕弄模式 类似于FA-18的风格 符合国际舰载机发展的趋势 而在国产歼35即将上舰的情况下 特别研发弹射型 也是在为歼15上舰弹射航母做好准备 大概率歼15弹射型是要配合歼35一起上舰第三艘航母的 这点其实和美军航母的换装方案也有相似之处 目前美国海军首先淘汰的FA-18重队中的老式C型 以及旧型号超级大航风 逐渐形成FA-18EF和F-35C搭配的作战方式 之后我们在福特级上看到的方案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其实之所以殊途同归 这就要说到国产装备方案经常强调的小不快跑 成熟稳定的方针 毕竟美国在福特级上步子太大受到的教训 加上F-35C上舰是非的种种问题 让美军也无法完全抛开第三代舰载机的成熟使用经验 如果单独使用F-35C风险还是太大了 一旦出问题抢救一下都很难 而我们着眼的则是装备的成熟性 和更换的时间周期 就算歼35明年是非 通过验收完成首批制造上舰 至少还需要3到4年左右 而国产航母在2022到2023年可能就会下水 这个时间上不能完全满足国产航母形成战斗力的窗口 因此补充一定的歼15是非常合适的 更何况新型航母使用弹射技术将是一个飞跃 用了大量高新技术 循序舰进销化吸收 而不是一口吃个大胖子 因此成熟的歼15搭配新型歼35最为合适 何况对于四代舰载机而言上还有潜力可以挖掘 可以执行伙伴加油 电子压制作战 这些都可以帮助第三艘航母快速形成战斗 时不待我 我们不可能造出航母等飞机 要全面使用歼35等到第四艘航母则是更加稳妥 从目前来看 提前在国产第三艘航母之前是非歼15弹射型 很显然是做好准备 抓住关键窗口期 相信在弹射状态下 歼15的作战能力还可以进一步发挥 至少在未来5到8年之内还可以勉强应付 毕竟周边的F35B准航母形成战斗力也还有好几年了